歡迎收看三餐廚房 我是美秀 嗨 大家好 我跟妳說喔 在拍戲的時候呢 最容易交到的就是好朋友 今天來的兩位來賓呢 都是我的好朋友 一位呢跟我拍過床戲 真的喔 是床戲喔 然後另外呢 一個呢 就很莫名其妙的很照顧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趕快把他們歡迎出來 歡迎李佩勳 小禎 來 你要幹嘛這樣 你要這樣嗎 有一點躁動的感覺 沒有啊 這就是啊 我們拍戲人的可愛地方 真的 因為啊 真的在拍戲的時候啊 就是大家見面一定是這個樣子 然後一定是帶很多吃的 是 那剛剛我講的是有一個人 其實是我跟你拍床戲 是 沒有錯 我們躺在一個床上 我很照顧妳 對 你在旁邊 哇 燙喔 沒有啦 只有看的一定啦 沒有啦 是我跟珮緒演過真正的床戲 是 但我們沒有 沒有脫衣服 嚇一跳對不對 真的耶 欸 可是在戲裡面 你們兩個也是一對嘛對不對 對啊 欸 我們也演過床戲啊 真的假的 對啊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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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選擇遺忘 所以你忘了嗎 有耶 生命當中 不舒服不愈快的回憶啊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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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是人體的保護機制 你知道嗎 有啦 我們演過床戲啊 真的嗎 我再想一下 好啦 等一想完了 已經來不及了 是不是真的有很過 我其實真的不太記得了 不太記得 沒關係啦 有些回憶喔 過去就好了 男生都這樣嘛 對啊對啊 可是今天來我們不是要聊床戲耶 不是喔 不是不是 你要說有做過菜的經驗嗎 我偶爾就是平常都會在家裡 就是做一些家常的小東西啦 哇 家常的小東西 等一下 什麼叫家常的小東西是什麼東西 就是一些小小的熱炒啊 家常菜啊 一些小的湯啊 那很好啊 對啊 你怎麼嫁啊 什麼 你可以嫁了耶 好嫁啊 對啊 快點帶菜啦 好啦 是不是 但是他是真的蠻厲害 因為我每次看他那個 每次晚上就PO的 比如說他什麼 今天提早收工他就去買菜啊 對 然後呢 就不知道為什麼做菜也不知道廚房多熱 一定要穿吊嘎 然後呢 就會拿著食材這樣有沒有 然後故意好像自己沒在拍照 這樣做菜這樣拍照 對 對 有有有都有在看 沒關係沒關係 因為少過都會看到 他follow歸follow 可現在呢 等一下要當場做 我們再來看看他會不會 那你呢 就因為你知道我女兒愛吃意大利麵嘛 所以呢 我就就是 就是會特地去為她學她愛吃的 然後因為他 就是他會喜歡加很多東西 比如說他 我會幫他加蝦子在裡面 其實 本來是以白酒可麗一大利麵 為出發點 可是後來就想說 養一些健康的小孩 喜歡吃的我就把它加進去 好的 對啊 所以我的白酒可麗一大利麵 其實煮出來會有一點像說 像是那種 麵疙瘩 海煎會麵 阿嬤麵疙瘩 沒有啦 就裡面會有可能 但是我跟你說這樣子真的是愛心 對啊 社會也會很開心 健康的東西加在裡面就好啦 對啊 所以呢 在兩位展廚藝之前呢 我們要先介紹我們的 正殿之寶 正節目之寶 來 歡迎我們帥氣挺拔的龍師傅 還有我們蕭小可愛的若師傅 有沒有很正殿 有有有有 都很帥吧 兩隻隻腳步的感覺 這兩位帥就放心了啦 放心了對不對 對 其實我比他們更會主 真的假的 沒有啦 馬上來繼續我們的 菜葉雕掌豬 這家這菜很頭痛嗎 再來看師傅教你變菜色 好的 今天我們的主題呢 是雞 雞呢 哪一個部分比較好吃呢 哎呦 你覺得 我喜歡雞腳雞脖子雞翅 是 那你呢 雞翅 我怎麼都更加不一樣 我是雞胸肉耶 對 然後我跟你說 我只要沾那個醬油跟生辣椒 我可以三碗飯耶 真的假的 然後其他菜都可以不用 我真的很好養 我真的很好養 雞胸肉 夠人口味啊 通常喜歡吃就是手腳翅膀的人 他都不太喜歡吃雞胸肉 像我就不喜歡吃雞胸肉 可是手腳吃的就沒汁沒味的啊 不會沒汁沒味啊 它油香蠻重的啊 它比較油啦 可是雞翅我覺得要做好事 怎麼樣的做法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趕快來問我們的陸師傅 你要幫我們介紹哪個部分呢 我們介紹雞的翅膀 OK 雞的翅膀也只不過能夠炸啦 或者是 沒有它變化性很多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貴妃雞翅 喔 欸 貴妃雞翅那它的做法是怎麼做 因為 我們都整天 貴賢婦 你在貴賢婦拿到貴妃啦 其實這一道菜其實也是 楊貴妃最愛的一道菜 對 他有跟你說喔 你有在跟楊貴妃 楊貴妃有跟你說 有有有有 他有點故的 真的嗎 在早期的時候啊 因為要吃整隻雞 可是他最喜歡吃那個小雞翅 因為第一個方便 大概他在吃的時候 他不會去 就是愛口 所以他是最喜歡吃那一段的 小的解釋 而且最嫩 他剛剛是說 他吃的時候不會愛捆嗎 沒有 愛捆 愛口 欸 不用這樣蹭 蹭到整兩個這樣 對啊 喔 它其實很簡單 我們一焦 我跟你講各位觀眾 你馬上就會了 真的嗎 所以只要其次 一焦馬上就會了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現在食材就是 馬蹄 馬蹄 對 然後馬蹄呢 我們先把皮削掉之後了 我們現在要拍 對 拍一下 全部散掉了 等一下你穿那麼好的一台 有沒有 這個是水果耶 喔 欸 你不高興 你不高興喔 不要不高興 不要不高興 他有很多的厭氣要把它拍中 喔 對對對 厭氣 我待會兒要叫事情就對了 對對對 那你拍好之後啊 要稍微吸一下水 為什麼 那在拍的時候 它是不是會噴 你就稍微 剪 那個我們刀子稍微往上揚一下 然後要拍的時候 不會噴到你啊 我就往旁邊這樣 來 沒有 它只會噴到旁邊 線光不會噴到你 有啊 你還喝醬的啊 好好講啊 然後好了之後 我們拿這個 吸水的 壓一下 對 放在我們這個咧 很簡單的那個 那個什麼 魚漿裡面 魚漿 魚漿你做得很簡單 對 很簡單 這魚漿嘛 魚漿市場買錯了 對 一斤一百二 你就買成半斤 60塊或者買30塊就可以了 對 對 用太多 對 那我們要切一點洋蔥汁 然後一點蔥末 對 然後這個咧 接一下 然後這邊稍微簡單的把它畫個 呼吸 是嗎 你說這樣子叫簡單什麼意思 沒有啦 其實切片就可以了 真的 真的 對 當你在講話的時候 一二三刀就這樣子就完成 唉唷 他有粉刀你耶 對啊 那你要知道 我們在家裡在講話 一二三就已經送醫院了 真的喔 真的也蠻厲害的喔 實在是因為好看 所以一定要刁個花之類的 刁個花 其實真的沒有人在看耶 我們在家可以不用刁花嗎 可以啊 你就切片就可以了 那他又刀回來了 好 那這把刀回去了 不行 對啊 沒有 我知道他的功力 我現在是拿菜刀 他可能拿砍刀 所以這是要 不能用暴力 不能用暴力 對 大家要和平 對 我們就刻一點點的小樹這樣子 好棒喔 那其實很簡單 你就看畫面就會做了 對 好 那這個好了之後咧 來 我們現在就這樣子拆好了 我們要拍 拍什麼 你怎麼突然間笑場 你怎麼了 拍蝦子 你要拍蝦子 等一下 要拍蝦子 你不用怕啦 對啊 我們拍蝦子的時候一樣 一樣的道理嗎 它不會噴 你放 就壓下去 對 然後拍了 因為拍蝦子的話 它比較不容易出這樣 就是以打蟑螂的道理來說 對 它的那個沙泥 我們都已經挑過了 好俐落喔 稍微拍一下就可以了 這是很俐落 這個 我們要做師傅 我們大部分都是用新鮮的蝦子 一定要新鮮 對 它的彈性會比較好 是 那接下來我們要處理 雞翅膠花 雞翅來囉 是 沒有啦 我們雞翅來的時候 我們就有問題囉 喔 問題來了 來了 我們雞翅來了就來了 是兩位要先猜拳 怎樣 欸 猜對了 就是猜贏的人就可以猜 猜對了就可以吃 喔 是 這個雞翅是什麼 所以還沒有題目 現在要先猜拳啊 喔 猜拳喔 對啊 媽媽你很煩喔 你 你真的很煩 媽媽 不要打他 不要打他 刀 石頭 布 你打我 不好意思 欸 打... 猜對了是應該 這個優先答題吧 對 優先答題 可以先答對啊 好 來 請問問題 要將雞翅快速去骨 該從哪邊下去 好 A 大軟骨 B 小軟骨 問一下大軟骨在哪 小軟骨在哪 來 這邊是小軟骨 這邊是大軟骨 喔 來 就是這邊 手有沒有 這裡是小軟骨 對 這是大軟骨 大軟骨 小軟骨 大軟骨 可以嗎 大軟骨 好 大軟骨 小軟骨 大軟骨 可以嗎 大軟骨 4 3 2 1 大軟骨 小軟骨 小軟請回答 大軟骨 恭喜 答對了 其實大部分大家都會拆小軟骨 因為它這邊就是比較細 你在做的時候它就是比較不容易擠出來 其實在拆骨頭的話它是要從大軟骨這邊拆 來 我們來看一下雞翅怎麼去骨 好 我們其實在雞翅去骨的時候你不用拿刀子 你就拿剪刀 從旁邊這邊稍微剪一下 然後這邊有一個大軟骨的地方 你稍微把它剪掉 要不要 喔 然後它剪掉是一個小骨頭 然後這時候你就順著骨頭這樣子 慢慢地把它切 是不是又很會拿剪刀的人 應該 小禎也應該會 你對於拿剪刀有肢體上的困難嗎 因為我拿刀比較快 我現在看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把就是裡面的骨頭旁邊那個筋 剪掉就好 對 就想辦法把它剪掉就好 對 再過來我們就用手指 直接這樣一戳 有沒有 好了之後呢 它是兩個一個小的一個大的 對 然後就慢慢這樣子把它分開 然後也要脫 就像衣服這樣子反轉的意思 然後這一個也是一樣 稍微扭一下 然後扭一下之後 它這個肉都剪不起來對不對 然後這邊有小骨的地方 也是一樣稍微扭一下 要把它剪掉 然後盡量不要把它剪到底 因為剪到底的話 它等一下在塞東西的時候會露出來 所以這個有沒有 這骨頭就拿出來了 來 就變成這樣子 一個包包 對 一個包包 然後這個雞翅下去燒的時候 它其實吃起來就很方便 酷 對 所以這個其實吃起來非常好吃 可是它只有在這個去骨 可能要有一點點 這個過程比較久一點 對 所以我們在去骨的時候 你稍微小心一下 抓緊一點 然後就 其實刀子再拿的時候 你就拿穩一點就好了 對 這個拆好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來做 塞薑的動作 然後在塞薑的動作的時候 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拿一個塑膠袋 塑膠袋 對 這個塑膠袋其實也是一個小撇薄 喔 小撇薄 對 就是直接把這個薑全部把它放進來 嘿嘿 然後之後呢 我們這裡面喔 一點點的鹽巴 鹽巴 一公匙 沒有 沒有那麼多 一公那麼多一點點多 對 二分之一茶匙 二分之一茶匙 好 一點味道 然後糖也是二分之一茶匙 嘿嘿 比例一比一的比例 一滴滴 對 一滴滴 好 這小茶匙下去 然後一點點的胡椒粉 喔 漂亮喔 一滴滴 對 漂亮喔 胡椒粉下去之後呢 拿起來 搓一搓 哇 哇 飛沙 對 就是好像那是在洗衣服一樣 對 好 那你就把它綁起來 對 這個薑已經都全部融合了 裡面有稍一點點的提味就好 這邊 切一個小口 切一個小口 對 來 拿著 灌薑 好棒喔 對 直接 把這個有沒有 好像餵小朋友喝奶 喔喔喔喔 放起來的 放起來的 哇 拿進來 一個 對 這樣就好了 好 來 你看在裡面了 漂亮喔 對 真的很方便耶 很方便耶 而且真的 好 這樣子好了對不對 嗯 像這樣子 一片一片的 然後這個比較大的 好了 我想問一下 如果真正 真正不會去股的 他去市場買的時候 可以請他幫你去股嗎 可以 對 你問的一個很好的問題 因為現在 對 現在會幫人家去股 對 那如果 如果這個不方便的話 打架要整個幫你去 OK 沒有 那不行喔 沒有這樣 會不會說要整個三天 對啊 這捏的這麼明顯 你會講笑話對不對 沒有 好久喔 這樣夠推啦 沒有 有點冷喔 真的嗎 不會 你也覺得有點冷了嗎 不會冷 不會冷 就是約得很明顯而已 好 好 來 我們現在要入鍋了 那入鍋的話 我們要先把雞翅煎鬆 一點點的油下去 煎的 好 然後一點油的話 我們讓鍋子稍微熱一下 那你要多熱 你就稍微摸一下 它會有熱氣上來就可以 會起水泡 差不多80度 不用到那種冒煙那種 不用到會起水泡 對 不用不用 下去的時候 手有點點燙燙的就好了 對 但不是放下去喔 是像放在平面這樣 對 所以我們好了之後咧 來 放進來 唉唷 好 好 其實也不用加太多油的 因為它本身就有 因為雞翅它本身 皮裡面都有多油 我們先讓它煎 這個時候不能擠 你一擠的話 你的皮就容易摸掉 還有一個不要一直去翻對不對 對 不要一直翻 你先煎 讓它定型了之後就可以了 真的 對 好 這樣子已經都鼓起來對不對 表示底下已經差不多了 來 翻過來 有感覺 有喔 有感覺 有 有沒有 好漂亮 然後在煎的時候 你盡量把皮煎到它有一點點 顏色 黃金色 對 對 恰恰 恰恰 然後就一喊恰恰 老師音樂恰恰 來 恰恰 嘿嘿 很棒啊 差不多就是你整首歌跳完 對 原則上沒有那麼糗 好 好 好 現在差不多了有沒有 一點點恰恰 有沒有 來 蒜頭 放進去 放下來 我們洋蔥 洋蔥 一拌下去 洋蔥就把它切絲就可以了 來 我們要教大家很簡單的一個比例的醬汁 醬汁 對 番茄醬 一大匙 對 小朋友喜歡 對 增加它的顏色的亮度 對 再過來我們的醬油膏 醬油膏 一大匙 一大匙 豆瓣醬 一大匙 一大匙 就一比一比 一比一比一 然後糖 也是一茶匙 然後少許的醬油 醬油 也是一樣一大匙下來 上一下顏色 那師傅我如果喜歡比較西式的我可以就用Tabasco嗎 嗯 可以 可是Tabasco最好是就是你煮好之後再加 對 因為你放進去我怕那個滋滋 那個化學作用變成是怎樣 變滋滋的 還有那個啊 那個牛仔涼雞翅那個醬 對啊 對 那個也可以 對 亮亮的對不對 這個叫有亮色 香氣起來了 OK了 我們最後放了我們剛才柯花的一個紅蘿蔔 這時候稍微燒一下 搖一下 顏色上色了 加水 對 這個要加水稍微燒一下 水不要加太多 差不多半碗就可以了 要蓋起來嗎 對 我們要蓋子 因為現在要燜裡面 對啊 來 那我們先讓它滾 然後這個蓋子直接把它蓋上去 OK 又可以稍微再小聊一下 對 其實讓它燒 所以你大哥在做 你是最大的嗎 沒有 所以你從擠在看養子 也不用啦 不是大多久 不用不用 對 聊一下 好 來 這個時候 空檔的時候我們就把它用一下東西 喝一下燒心酒 對 燒心酒等一下要起鍋了 他已經聊到用一下東西了 用一下東西 好 我們稍微燙一下我們的情感 是 對 好 剛才啊 就有線民喔 然後一支手機進來 那我就想說請問 這是佩旭 對啊 然後呢 你有事嗎 我怎麼樣 你在幹嘛 你在介紹什麼 我在 沒有我在度假啊 然後呢 在度假啊 你不是很會PO什麼美食之類的嗎 沒有 那你要翻到我美食的啊 對啊 你有美食部落格呀 沒有 你就翻一下 可是你是拍的都拍的 我每天都會就是先PO一個 就是準備好食材 然後再就是成品 我稍微PO一下這樣 對啊 就是這樣的感覺 對啊 大概一個禮拜我會做個三四次吧 反正有空只有就做啦 對 我有一個問題耶 我在家裡看現在不是要等水滾嗎 對 你其實水讓它熱了就可以了 喔 不用大滾 對 你大滾的話 它的那個裡面的那個青色的那個顏色啊 會跑掉 喔 又學到了 對 攪拌一下 這燙一下就好了嗎 對 這燙一下 我可以幫你啦 沒關係 可以 有這麼美的助理小姐嗎 嗯 應該是沒有 好吧 好 這個時候呢 就要加它一點油 對啊 沒關係 我們私下解決 真的 再放一點點油 它可以放橄欖油嗎 最好是放橄欖油 因為橄欖油的那個質量會比較好 那我們放一點油下去拌的時候啊 它的亮度會更亮 那我們就一一的把這個 好爽的喔 把它排上去 你看 哇 擺盤你看看 哇 這星意就出來了 星意就出來了 喔 光這擺盤多有星人 真的 你看 好 這直接這樣子排好 最後起鍋 大部分都會加上什麼 香油 不要加香油 你加一點點的燒心酒 哇 鍋邊擰一下 對 鍋邊擰一下 在燒的時候它會有一個 醬酒的一個味道 燒心好像很好用耶 對 真的很好用 你只要燒菜啊 做菜你都加一點 喝一杯啊 喔 它味道只要好吃 有沒有 燒出來之後 OK了對不對 來 我們起鍋 哇塞 這... 哇 你看還... 哇 還好 真的 這小朋友可以吃了好幾碗飯耶 對啊 真的不難耶 對 不難啊 對啊 真的在家可以做看看 有點快 對啊 這樣就好了 來 為大家示範的 貴妃雞翅 有耶 三本蝦韌漿的雞翅 裹上濃厚的醬汁 一口雞翅 一口清爽的青江菜 貴妃最愛的雞翅 上桌囉 哇 天空一湯 為的話大家也都來吃雞翅 好不好 小君 來吧 我們想用吧 我們可以喔 讓我們試吃一下 哇塞 討厭 哇塞 哎呦 聞到那個蝦漿的味道 對啊 然後你 然後你... 你佩馨 你為什麼要賺一拳輸了 怎麼那麼好吃啊 運氣問運氣問題啊 真的很好吃 而且我很喜歡妳最後 最後 最後那一圈紹興酒 我相信你女人一定會愛吃 會 真的真的 所以你回家要試做看看嗎 要 一定要 那我們先拍一下 我們剛剛已經有拍了對不對 你回去之後呢 把它拍一拍 然後PO到那個FB上面 我們再來看看 你做的跟師傅有沒有很像 沒有要這樣喔 一定要這樣 如果有成功我再PO 沒有成功我就會說我很忙喔 不會不會 我們要看你的誠意嘛 我們要看你的誠意說 你PO出來了 你有做了 然後其實好不好吃我們不知道啊 對不對 有道理耶 是不是 你就PO出來給我們看看 外面有沒有一樣的 好 是不是 其實這個在家裡很簡單 真的小禎你不用怕 我保證你一定會成功 我保證你一定會成功 連菜都好好吃喔 真的啊 沒關係我自己做 好啊 真的嗎 那我自己做 那你要PO出來給我們看 我想做那個Cabasco味的 Cabasco口味的 可以 也不錯 真的 是因為有加鹽巴的關係 沒有 你加鹽巴下去的時候 你燙的時間不要太長 那你吃起來還是脆的 它的甜度還在裡面 所以大分都是兩分鐘 它連冰塊 都很好吃的啦 對 那那個碧琪好厲害喔 你知道就一點點的你就知道 你罵誰啊 我說碧琪啊 你罵誰碧琪啊 沒有我是說碧琪啊 就那個 它的那個碧琪啊 它真的很厲害 我猜那個碧琪啊 對啊 好來 那我們謝謝 謝謝各位師傅 謝謝 謝謝